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 穿著深藍色上衣的婦人 走下公車直接就出手 對著金髮同學不斷的狂疤 甚至是出手扯頭髮 其他乘客看不下去 趕緊上前阻止 甚至是國小生也上前 阻擋避免这名婦人再继续攻击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 一輛公車上 當時這個公車行經中心內心接口 沒想到這名精神不穩定的婦人 一下車就徒手朝 正在等待上車的乘客攻擊 非常用力的不斷上巴掌 並且拉扯頭髮 後方的乘客馬上上前阻止 他拍一下然後呢 玩弄不滿菜 滿菜什麼 你剛打人 你跟警察來好不好 甚至有一名長髮男同學 直接就將人壓制在地 等待警方到場 而根據了解 當時這名婦人其實在車上 就有持雨傘攻擊其他人 其他乘客見狀呢 也不斷保護被騷擾的同學 事後警方將人逮捕 帶回派出所做筆錄 並且當事人要提告求償 以上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四個選擇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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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